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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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只有你在这儿 白首去哪儿了 嗯 九阴到兰州后 就未见到白首将军 将军似乎 似乎是 去了梁州城 梁州吗 九阴 你在石之系中 有找到叫北山绿洲的地方吗 嗯 九阴在石之系内见到的 只有混乱与无序 不曾见到过去之人 也就没法发现什么地点了 这样吧 难道 有石轮之力的人 才能在混乱时间中 追寻到想找的目标吗 九阴 你先也去梁州 去那儿打听北山绿洲吧 九阴遵命 又先生 白首无端就去了梁州 莫不是 这是你的命令 宇迟哥 这是什么地方 好古怪 和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不一样 一一别说话 这洞窟里似乎有动静 哇 听这动静 该是庞然大物 这是鬼魄狮王 不好 它发现我们了 合力 应该能解决这怪物 五方飞剑 解决 不知何日才能见得天下安定 果然传闻不假 看见了这种不完善的造物 距离十方鬼众的明皇丹音 也就不远了 你也不过如此 你是割起那好不容易炼化的幻剑的力量 才从家下之窟里出来的吧 今日不必提我 倒不如聊聊你吧 明皇 你说万物出生后 为何这世间便不再有新的生灵 新的生灵 你发现了什么 可是发现了创命的 嗯 不对不对 罗侯的人偶已逝 那不是真正的生命 逃不过宿命轮回 怎么叫真正的生命呢 哦 你这说法都正合我意 有趣有趣 没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和我一样的人 你猜诸天星耀之力的倒影 会不会就是地脉呢 你说石轮从星耀中照出往昔的人 故去的魂 但为什么照出的却皆是我们的那些故人 你这么个说法 莫不是知道了什么事情 有些猜测 若我们其实都只是机体呢 若所谓天道国运都建立在我们的 早已腐朽的躯壳之上呢 你知道哪会有地脉的消息不是吗 你这人好生奸华 拿这来套我消息 愿者上钩 总告诉你也不妨 人哪又觉得地脉就是龙脉的 你说哪儿这种消息最多 啊 明白了 我也不占你便宜 你既这般需要实验的地方 我便也赠你一出 比起这 我倒对你本人更感兴趣些呀 你而今究竟是成了什么东西 别找死 不过话说回来 你也不会死 若总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想要找到答案 那我们这般不死不生 也没什么不好的 不是吗 宝主 方才那什么鬼魄狮王 究竟是怎么来的 依依听说 是一个叫明皇的人搞出来的 他创造这种怪物的地方 被传说叫创命之间 什么 明皇 世间怎还留有这些 创命 创造出这种被缝合起来的玩意儿 叫创命 咩 众生平等了 我也听说过些传闻 寻天地二脉的流淌痕迹 就能发现这些地方 是啊 就像这样 就能找到了 这些地方 都有刚才对战的那种东西 是吧 千万小心这种被创造出来的生命啊 岩生火 寒生冰 幽暗生暗 鬼魄狮王也有自己的属相 因为明皇要创命 所以传闻创命之间内 有奇奇怪怪的材料 能在紫禁王顶中莲画哟 诶 这个又是什么 为什么还会有天然形成的花纹 这似乎是魂之脉络 是啊 因为魂被拘役一处 天长日久 力量痕迹就被烙印于墓石 那这东西有什么用呢 能 复灵 提升猪能 这是如何做到的 传说 创命之间建造的地方 与地脉相关 岩生火 寒生冰 幽暗生暗 所以能带来一些特殊的效果 其实这应该就是 与地脉的一种共鸣吧 那岂不是说 创命之间的位置 也和地脉有关 应该吧 不过这些都是依依听说的了 家乡的长辈都是这么说的呢 又和地脉有关系啊 真是古怪 难道依依在川北看见的 确实就是明皇 小布点儿 你一个人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喵 没 没什么呀 鱼齿哥 你别突然再一一背后出声啊 太危险了 啊 危险什么 嗯 怕不小心以为有人偷袭 给你架子 那可就不好不好啦 别岔开话题 小布点儿 你瞧见那鬼魄失亡之后 就心事重重的 怎么了 哎 你们就不担心明皇这个人 又出现了吗 他神出鬼没 立场不明 总想创命制造人偶 我总怀疑那个九音 是不是就是这个人造出来的 我这还是头一回听见这人名字 哪知道要担心什么 照于希说法 似乎也就是个拼凑尸体的怪人 喵 这么说其实也没问题 但按说他已经死了又死的 但不断借失还之术复活 总之出现是没好事 他通常会出现在自己感兴趣的人面前 什 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反正就是 依依觉得明皇对你很感兴趣 这 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这边没语音我念一下 没 依依在凝曼关渊里察觉到 凝气流向似乎有些诡异的偏转啊 啊 偏转 这怎么可能 真的啦 而且依依还仔细观察了 那凝曼关渊周围的地势 并没有异样啊 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依依在这附近 还发现了怪异的地方 那个似乎有地脉的灵气 这样啊 咩 要不要去看看啦 等我想想先 还想 啊 又是直线了 你慢慢移动 okokok好 继续继续继续 啊 王子直线啊 啊 走走走 没有啦 还没有抽卡 我们刚刚只是在聊 课金不课金 跟那个 在台湾上市会 会不会 人气会不会很高啦 我们刚刚在讲这些 这有怎么那么多妖魔 法阵似乎和我们之前遇见的法阵 是同一种的 此处的 也是定卖引流症 对 不能让妖魔占据这法阵 等然解除他们 否则法阵会给他们极大的助力 真古怪 谁会不知这种抽取 地脉灵灵力的法阵 地脉宇家下之窟 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关联 占据这法阵 应该就能增强 屍鬼的力量吧 免 这指什么法阵 居然还能增强屍鬼的力量 先清理干净这里 再查探这法阵 才被激活的 免 这法阵肯定是上古之物 居然还有人知道 这法阵的原理 那岂不是得什么活得很长很长的人 又或者是计魂转世之人 这种法阵还有什么鬼魄狮王 莫不是明皇 但明皇除了创命 应该不会还有其他爱好吧 这边又有没语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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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 依依觉得那法阵不是像依姐姐说的 是500年前的东西 和我们只是看这些法阵 应该是同源 同源 那岂不是说 其实也在抽地脉灵灵器 应该是这样没错 但依依也不能打败票 切实无物 鱼池哥你想到了什么吗 这是法阵的问题 要是石会异化法阵 地脉灵灵器 又被法阵抽上来 而石资源又需要地脉灵器 鱼池哥 是觉得这箱有什么阴谋 罗侯当年不治下的案情吗 说不上来 总之觉得不太对劲 我们目前发现的法阵 几乎是围在交下事故外 就是用来镇压交下事故事的 玉姐姐一直跟 你们还记得三眼法阵那回 那凝聚起来的啥吗 当然记得 怎么突然说这个 就是想到而已嘛 诶 他这是怎么了 会有好多段提起大部分的法阵 没这阵法看起来好熟悉 一一想想 这似乎是引流法阵啊 这还没有出现煞 但 这有石怪 你们看 他们正不断往这法阵移动 若是这些石怪占据到法阵上 会不会被异化凝聚成煞 没 那可要赶快阻止石怪到法阵啊 不好 这石怪已经接近法阵了 呃 好巧的感觉啊 没 快要说清楚啊 一只个 你是想到什么人吗 我总觉得 似乎发现了什么事情 我记得遇见鬼魄失望之后 我们路过一个法阵 在之前 我们遇见了煞 那个冰窟 这几个位置 啊 这几个位置似乎是将加沙之窟 回到这期间呢 没 但要将地板的灵气引流出来 是为了什么啊 呃 这个 哎呀 暂时我也不知道 真古怪 这你为什么会 是我早知道些什么 宅女吗 这个女人 真有点诡异 啊 真有点诡异 那我看不见我 发生什么 那我看不见你 在这些大事 要是 我来看不见你 那我看不见你 我看不见你 你那我看不见你 你那我看不见你 你又看不见你 你那我看不见你 顺着味儿来找的地方吧 这么快就找到了 芸汐 走了 我们进去吧 芸汐 这来福客栈怎么这么冷静 不像那刑伤姑娘说的那般啊 小心些 别是家黑店 这店黑不黑我是不知道 要是黑店 那老子之前就当是未明除害了 你们可真是会找地方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行 哼 你们个良怂 你就会掏口头便宜啦 居然用暗器 芸汐 芸 你怎么样 小赵 我今日若是惨遭不幸 你可愿听我说一句 闭嘴 这是 明末血 死毒剧烈 毒法迅猛 需得快捷 解药拿出来 解药 先保住你们自己的命吧 有事啊 我都快死了没看到吗 我都快死了没看到吗 天旋门阴无邪 你还真是有些好朋友啊 蛤 殷公子可是中了明末血毒 无妨 解药已拿到了 殷公子 殷公子无碍便好 我家主人特意前我等来接公子 还劳烦公子随我等走一趟 白手 白手办事不力 未抓到天旋门阴无邪 请主上责罚 责罚 我记得吩咐过你 暂时别和玉池良一行打交道 免得让圣女发现他们踪迹 先我一步拿到刻盘 她现在可不那么听我话了 不是吗 末将末将当真没料到会撞见玉池良一行 未料到 这回的事情就这么巧了 主上确实巧合 末将听闻他们在打听北山绿洲 想必刻盘就在那处 北山绿洲 居然是落在了北山绿洲 当年 有趣 这事情越发有趣了 主上 那只刻盘末将是不是去给您带回来 只是圣女那头 圣女 会不会也知道了刻盘所在的位置 她当然会召你去办事 你去就是吧 至于如何做 你自己心里清楚 至于天玄门 中原武林既还没大动静 那天玄门少主想来暂时也派不上大用场 先放过她一回 说不定 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白首 西夏宫内应当藏有地脉图 你且留意着 过些时日西夏皇帝会离宫 等她出来 就还得有事去伴助她 末将明白 末将这就去办 又没有语音 玉璽 你有没有觉得 拎呼血出现的时机太巧了 本来以为是耳朵性 其实我觉得 她家一早就传在附近 这人到底打了什么主意 怎么能是奔着陆招会这丫头来的吧 立马平穿 应该不能吧 你嘀嘀咕咕什么呢 哎呀呀玉璽 有话好说好说 别捏耳朵啊 别捏我耳朵啊喂 今日你的兵马来的还算是时候 否则少爷我 怕是不得再和你的老家伙 通饮起谈了 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哎 这几位可就是你常提及的固有 这位是蛇书名 蛇德 老家伙可有好酒 你们若是想要 便向他讨要 哎 你一人惦记着我的酒还不够 还招鹏饮半来偷 你这老家伙 这么宝贝着你的酒 这回还叫我来喝酒 有事你就说呗 做不做得看少爷心情啊 哈哈 哎你这话说的 日前听闻你追什么玄冥教啊 这不是正好 我眼下 也有他们闹出的事解决不了 正好就喊你来了 这城外沙漠里有个北山绿洲 最近来了火流寇 和玄冥教有勾结 这不是就想着逍遥你了吗 这么巧 哈哈 既来之则安之 反正都得去北山绿洲 到后面都没有了 没有配音了吗 我也只是好奇 故而此疑问 诺公子不便到来 便当我未问过这话便是 哎 你这么说到见外了 即使吧 我这人交朋友现在不论畜生 谁老兄非我宋能不讲 但他也不是金贼 谁老兄他虽是苏敏 但皆也是咸与野鹤帮的人物 算不得朝廷中人 苏敏以为副首领竟然这样 哎 这你就不懂了 越是这样的迷号 才越能给无心朝野寄行伤水的人 苏敏老兄还在这客气 喝下美酒一壶 玉子兄 一起尝尝 英雄 我不剩酒力 就免了吧 你不会喝酒 一定是让十轮公里关酒了 来嘛 就尝一口 没 好香啊 英雄居然在这边偷偷喝酒 还不会喊我 阿良 你 雨昕 我可没喝 是英雄在那边独走呢 还是小赵爽快 来来来 这个是成年佳酿啊 小 小赵 你怎么一口全看了 你你你 没 真过瘾 这酒都归我啦 没喝 没喝 这我 更天花了 懒懒乾坤 一 往上 没有光 你们几个 怎么回头偷演 呃 偷人 点这张手啊 哦 素说 呃 几个后生看个生人啊 手段就很辣的不行 兄弟都折了 只剩我们塞 嘖 晦气 别垂头上去 下次碰见 砍了他们 给兄弟们报仇便是 偷人说的是 某等下次 一一爷爷我送上门来了 偷人 就是这几个小处在 嗯 敢欺负到爷爷头上 做死 你为什么会往西夏这儿来 这不是追查云征兄 一路也就追查到了这儿 到未想 居然又遇见你了 哦 那 爷 你追查到什么了 只是略得了些消息 倒是小赵 你们要找的那东西 还没找学啊 没有 小赵 何日我带你去天玄门看看 天玄门望尽风上的月色很美 我去 为什么 小赵 你怎么了 打扰打扰 这有古人云 明镜半边拆一股 人生何处不相逢 姨公子 若有缘 这小不点自然会与你同上望见风 但这般问 倒失了你往日风度啊 律师兄说的有理 哎 我这是顺口一说罢了 不过说到赏月 那今晚上不如我们哥俩一同饮酒赏月 大漠月色祸不如山巅 却想必也别有一番风味 你觉得呢 哈哈哈哈 甚好 那么我们便饮酒手艺 只是明早怕虚有人叫了 哎 你们 姨姨 莫管他们俩 我们歇息 明早还须赶路 喵 醒了赶路了 喝酒不带衣衣 喵 什么人 是 我们躲起来 先看看什么情况 他们怎么还不来 哼 你们怎么才来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白首大人和九阴大人被那位新安排的事办住了 要我们苏去北山绿 玄冥教的毛贼们 想你阴大爷没有 阴无险 呦 认识爷啊 这么急急忙忙出来 真是想我了 想你死 你们有没有看见 呃 听见 听见了小招 你这神奇想到什么了 没 跟你说话了吗 正是的 玉池哥是觉得那马迪是在等人 我倒觉得这不重要 倒叫我有点好奇 玉池兄 莫非在意的 是当时那几个人口中提到白首和九阴被识办住了 不错 弄长那些东西 对熊饼教而言至关重要 那又有什么事情能办住白首和九阴的手脚 那他们所要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寻 还是说 这是吊火离山之际 没 又或者玉池教掌头的人 其实有两个 这两位啊 说不得还互相死 互死半子 底下都市的人就难道 他们随时都会到 客盘这是落在了马贼窝里了 难怪之前瞧见玉池教和他们接头来着 看样子今天是不得善了喽 毛头小子年纪不大口气不小 和他们废话什么 胆敢闯进来就杀无赦 尽可能有那么多 异律 定是这帮贼人的同伙方才想偷拿刻盘 但因无天地之灵力傍身 被刻盘影响炼化成煞 不是吧 于志兄 我答应替你拿这东西 你可得 肯定保你周全 快拿刻盘去 别等玄冥叫的人冒出来 到时候更麻烦 果然 鹰无邪触碰了刻盘之后 并无异样表现 像是不会听见那奇怪的声音 为何我拿了就 这是我的 新鬼刻盘是我的 你怎么才敢让其他人触碰 把刻盘交出来 终于来了 我们快走 那将来 你再说 我们不想的 你的 好 我 不想的 你 还是 你 你的 我 你 你 王爷与玉驰梁三人 正巧在一处 圣女 有说过要找阴无邪 此人究竟有何特别 哎呀呀 这你就 就不用管了 反正我有法子交代 那位关注的人和事儿 圣女都会留心 自然不会怪罪我们没拿到课盘 那一位 将军是说主上 但 但主上所留心之事 却也于圣女所求 以课盘降下忧成 无碍呀 九阴哪 问题呢 不是非此即彼 你呀 还是别管这些了 玉驰梁拿到课盘 我才能感知到啊 哈哈哈哈 不妨看看吧 这个人到底还能为我做些什么 哎 我说那个 玉驰梁啊 别是你挂在嘴边的天意天道派来帮我的吧 你早年的视线 莫非是出了错 你只知视线的前半截儿 却不知道后半段 啊 我恐怕你所得到的视线原本就不完整 上天根本没给过你答案 但世间多有防患伟然的人 他身边自有见错人随行 这一代不动尊者也有准备 除识数亿经脉做实之既存 施心法的人注定活不长久 哼 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一人之死可救天下苍生 那此人也应该死而无憾了 你可真是让人恶心 别跑啊 别跑 你你你你别过来 我警告你 你再揉老子的头 老子就 好吧 既然你这么不喜欢 我就走了 不过这紫双云枝 我也就拿回去咯 等等 我光兽灵曲乃四野灵兽 万兽之兽 怎会连个小姑娘的期盼都随便辜 来 揉吧 真乖 谁能想到人道中年 居然沦落到了靠出卖色相过活的地步 不过这云之真相 嘿嘿嘿 我看你 这些人也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新鬼壳盘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或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嗯 据说会引来妖魔 一直薄弱的人可能被迷惑 对路魔道也不一定 呃 所以这刻盘就给我保管了 还点这样 那要是我对路魔道怎么办 你 你皮沙漏后的 平日节也没心没肺 对路魔道可轮不到你 再说什么可能被引来的妖魔鬼怪 不是由我 怕什么 呃 怎么能让你保护我 真是的 哎 算了 还是不问我什么 非得我保管课盘 真问了 姑息问不出答案 叶叶 你又要走了吧 云正于玄冥教中之事情 我尚且未能明白 她最后一次与我喝酒 说死后想葬在天山上 自此我便在未见过她 我须得去寻她 是吧 别忘了 你说过望剑锋的月色很美 是酒泉 看来我们要去宿州了 呃 我知道 就是那个或什么倒酒的地方 这边又没语音了 这边又没语音了 不是这样啊 依依怎么了 依依只是觉得天旋门悬难地方 肯定有什么原因吧 幻姐总觉得 总觉得什么 啊 没什么啦 我只是觉得这些门派都喜欢什么山 有些好笑 猴饿似的 尔子兄 此方我可照约定行事 只要东西难告 我交给你啦 还望你往后 別再以为我别有用心了 确实是我误会的英雄 还望见谅 哼 我看余姑娘还有话对你说 我便从小召寻入去了 我打架你们了 阿良 余希 你先听我说 我只想试探一二 你看 磕盘不也拿到了吗 阿良 磕盘这般重要 你怎么可以轻易叫他人去拿 若他当真究竟破测 那该如何是好 唉 知道了知道了 王后不会了 我只是想着 英雄兵是天雄门高徒 我们出门在外 能多交一个朋友 总比多数里敌人来的强霸 话虽如此 但你这次实在是 得令 知道了 反正日后你弄有安排 缺点与我商量 再不可这帮行事 余希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那不是因物险碰了磕盘 并无异样 我怕这并不知道那古怪的声音 并非磕盘发出的 OK 历史木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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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